本土剧片委屈歌手陈隋毅,除了有一副好歌喉以外 更有一首好厨艺,经营团善便当公司,看似顺利的路途 背后也曾有许多不如意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陈隋毅对做菜有兴趣 毕业以后就进到餐饮业大拼,就连当兵也是担任火防兵 退伍后,爱唱歌的他工作之余到歌唱班去学习 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谢怡君,两个人渐渐有好感而在一起 而这时,也是陈隋毅人生考验的开始 图片来源,忠实电子报 那时候的陈隋毅,刚退伍没有钱 涉事不深的他傻傻当了歌唱老师的连带保证人 最后老师跑路 三十万的债务变成他来背 面对债务,他根本不敢跟当时女友 现在的老婆谢怡君说 那时候,陈隋毅的爸爸因为肝病仅剩一年的时间 为了让爸爸看见自己成家立业 他问谢怡君愿不愿意跟自己结婚 谢怡君爽快就点头答应 婚后为了养育一儿一女 他也辞掉幼稚园的工作当全职妈妈 图片来源,自由时报 为了让家人出门不用讽吹雨淋 陈隋毅偷偷向妈妈借了六十万买车 分期付款一个月还两万 厨师的收入并不稳定 他们一开始过得很穷很苦 小孩逛夜市吵着要吃牛排时 夫妻两个人带着小孩进去只点一克牛排 肉都给孩子吃 夫妻二人不停地喝着免费的红茶与玉米浓汤充饥 而老婆谢怡君也为了省油钱 怀孕八个月挺着大肚子骑车出门 那时下着大雨 谢怡君就因为路滑摔车 幸亏没有流产 图片来源 苹果日报 陈隋毅不舍老婆跟孩子陪他一起苦 欲借现金以卡养卡 被循环利息逼得喘不过气 竟然想靠赌一把翻身 却在一夜之间输掉二十万 不想再拖累妻儿的他决定要离婚 老婆知道原因以后不但没有责备他 还温柔说着 我们可以穷 只要全家人在一起就好 谢怡君甚至自己出面跟债助协商 一个月分期排五千元 图片来源 自由时报 苦过以后 坚持就会看到机会 2005年遇到朋友介绍 到中部一间上市公司担任团善主厨 陈隋毅一个人要料理六百人份的员工餐 因为没有生意经验 去买菜没有人愿意接受月节 索性遇到公司老董的赏识 他听到陈隋毅没有钱买货 隔天用报纸包着五十万现金 霸气的跟他说 你先把这些拿去创业吧 成随意的好厨艺 加上老董一开始为他介绍客户口碑慢慢做起来 一年营业额可以做到六千万 图片来源 中时电子报 会成为歌手也是多亏老婆的鼓励 谢怡君帮他报名八大 亚洲新人歌唱 大赛 好歌猴让他一举得胜 还能跟台语天后将会一起合唱 反来软的梦 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歌声 更成为豪记唱片的歌手 但是在他心里唱歌是副业 团善才是主业 老婆谢怡君二十几年来 在他低潮的时候不离不弃 陈随意也感性地对他真情告白 下辈子再做夫妻 换我当女人生小孩 带小孩 这辈子你经历这么多 下辈子要害你的情 感人告白让网友都跟着落泪 最后一句话太感人 做你的女人不怕苦 怕的是你没心顾好这个家儿 天无绝人之路女人要的不多 真的就是一个真心